大家好,我是MNT健教练刘壮 经过前几期的器械攻略的视频分享 那么今天我继续跟大家分享杠铃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以及如何通过杠铃去练练全身肌肉群 首先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杠铃都有哪些类型 杠铃一般分为三种 一种是固定配重的小杠铃像这种 它的重量已经固定好了 它的利弊小对于健身心手做动作时的稳定性把控会非常有益 但它的重量受限不利于去冲击大众的 第二种扯调配重小杠铃像这种 我们可以通过更换配重片去调整它的重量 它的占地空间会非常小 性价比高 适合于我们在家庭配备的一套小杠铃 第三种可调配重的大杠铃 多用于男性的力量训练 也是我们做深蹲硬拉握推时最好的选择 下面我跟大家简单介绍几个通过小杠铃的训练动作 Let's go 第一个动作 杠铃弓箭步 它能有效地刺激臀部以及大腿前侧肌肉群 也是大量燃脂的动作之一 但我们在做杠铃弓箭步时要特别注意两个细节 一是控制身体稳定性 保持脚踝膝膝蓋宽关节的稳定 膝蓋始终沿脚尖方向 身体保持直立 向下时吸气 向上时吐气 二是弓箭步时动作要领 曲腿曲宽拉起杠铃 肩推举缓慢放于静后斜方机上 避免过于压迫我们的颈部 提膝后侧部形成弓箭步 让我们后侧膝盖轻轻触地 前侧腿登地发力起身 交换坐 一般选择适当的重量 做12到16个做无阻 第二个动作 杠铃握推 它能有效地刺激胸打击 增加胸部厚度 但我们在做杠铃握推时 也要特别注意两个细节 一是手的握法 我们在拿起杠铃时 还握 保持双手之间立臂相等 平躺握推时 多体会手的末端推 用五指控制杠铃的稳定性 手腕锁死 避免受伤 二是握推时的姿势 平躺于 顿上时 体会沉肩立腰收肋骨 吐气发力推 吸气往下 一般选择适当的重量 做12到16个做无阻 第三个动作 杠铃推举 它能有效的刺激肩前竖 中竖 让肩部力量更加强大 但我们在做杠铃推举时 也要特别注意两个细节 一是手的握法 我们在拿起杠铃时 环握 保持双手之间利弊相等 坐姿肩推举时 多体会手的末端推 用五指保持杠铃的稳定性 手腕锁死 防止受伤 二是 坐姿时 我们要腰腹对抗发力 减轻腰部过大的压力 沉肩吐气 发力推 吸气往下 一般选择适当的重量 做12到16个做无阻 第四个动作 杠铃划船 它能有效的刺激背阔肌 以及斜方肌 让背部的凹凸感更加明显 我们在使用杠铃划船时 应该注意的两个细节 一是俯身划船时 腰背挺直 重心和躯干没有高低起伏 吐气往上拉 吸气向下 二是手的握法 是正手握住杠铃 五指扣住杠铃 保持双手之间一臂相等 减少小臂发力 体会由肘关节牵引往上提 收紧背部 一般选择适当的重量 做12到16个 做无阻 好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视频有疑问 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MNT不入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与点赞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